这一阵子日本全国上下讨论非常热烈的皇位继承问题 我们都知道日本皇室几千年来都是延续了一脉相承的传统 而根据现行的典范 只有天皇的父系男子有皇位继承权 不过日媒共同社28号发布了最新的民调却显示 由高达9成的受访者都赞成女天皇的存在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天皇角色无关男女性别 而这样的说法已经大大的挑战原先规划好的皇位继承顺序 我们就来看如果按照目前的制度 由于德仁天皇没有儿子 所以继承人亦续为他58岁的弟弟邱小公文人亲王 17岁的侄子幽人亲王 以及高龄88岁的叔叔长鹿公正人亲王 不过在只有这三位男性能继承的情况下 许多日本国民都不是很满意 甚至有高达72%的民众都认为 皇室继承的稳定性可能会因此陷入危机 所以这也再度让德仁天皇的独生女爱子公主 成为女天皇的可能性再度引起关注 事实上现在的日本政坛也对女天皇与否 形成了一股猛烈的拉锯战 像是现任首相岸田文雄 在施政演说中就曾经暗示 应该要检讨天皇陷阱的继承制度 然而同样是自民党内的保守派 包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 和他影响力强大的盟友们 都极力反对女天皇的存在 而在这样互相较劲的局面下 也让日本全国上次皇室成员下至社会大众 都对下一任天皇会是谁 存在意见分歧 好 再来我们将镜头转到南美洲 来看看一个相当荒唐的越狱事件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知道墙面上出现了一个破口 然后穿着黄色囚服的囚犯 就一个接着一个露出上半身 而周遭还被一大群紧力包围 那么这起荒谬的事件 就发生在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 如画面所见 由20多名囚犯齐心协力 挖出一条长长的地道 企图越狱 但万万没想到隧道尽头 竟然是警察的试炼场 而且他们爬出来当下 就刚好有30多名警员在这里开会 马上就事迹败露了 但更好笑的是 由于地道太傻窄 多名逃犯卡在洞口 害警察们不得不前来伸出援手 把他们一一解救出来 那么最后等所有人都脱困 囚犯们也立刻被押回牢里 但过程中发生了轻微的冲突 造成三人受伤 而事件曝光后 迅速登上了当地媒体版面 称了委内瑞拉民众一大哨饼 好 最后再看完粤语的趣闻后 我们来聊聊一个 比较严肃的环保议题 美国科研期刊Science Advances 花了5年进行全球调查 结果显示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 塑胶废弃物来自56家企业 而且光是前两家 也就是可口可乐以及百事可乐 就生产了全体塑胶废弃物的六分之一 据统计在可追溯的塑胶当中 可口可乐占了11% 百事可乐占了5% 而第三名的雀巢 则是占了全球的3% 不过当前最大的困境 除了跨国企业制造的环境污染之外 研究单位还发现 有将近一半的塑胶废弃物 完全没有办法识别来源 而且目前世界上 只有多达九成都没有被妥善的回收 对此专家们就呼吁 各国政府要制定一套全球的标准 要求包装业者对塑胶进行适当的标记 以提供调查人员进行日后的识别追踪 希望能从根本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 以上就是这节的国际推播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